嗨!各位寶貝瀑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為各位分享 梅體小鋪 白色香系列 梅體小鋪 身體乳液 香水 提香氣的心得 我用了兩個禮拜之後呢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用過梅體小鋪的 香氛系列 梅體小鋪的身體乳液呢 他用完之後呢 非常的 非常的好吸收 撈完之後呢 鋪又會 油膩膩的 然後呢 全身都會非常的香 會香 好幾個小時 擦完之後也不用買香水 噴香水 就是一路香到底 非常的 通通通通都被 皮膚吸收進去了 然後也不會油油膩膩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這一瓶 是香水 香氛的香水 它這一瓶是 它這一瓶是 三十ml的 三十ml的 三十ml的香水 它的味道也非常的持久 這一瓶香氛呢 是三十ml的 為什麼我要買三十ml的香水呢 是因為 我用完之後 我就可以再換其他的香氛系列 接下來呢 就是要分享這一瓶 櫻花 櫻花味道的 體香劑 這一瓶呢 就是櫻花 的香氛 體香劑 擦完之後也是 櫻花的香味 媒體小鋪還有 很多香氛的味道 它有白色香 綠色香 花色香 紫色香 黑色香 日本櫻花 香氛系列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媒體小鋪的官方網站 看看你喜歡 哪一些類型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不要買太大瓶 就買小瓶的就好 因為用完之後 可以再換別的味道 這個就是我 用了兩個禮拜之後的 媒體小鋪色香的 新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